一间教室,一根绳子,一个吊着,四个看着 最后赶来这个没上前阻止,而是被吓得瘫倒在地 随着一次被提翻,他连忙捂着耳朵遍开脸 不敢听也不敢看,可下一秒 接着女孩从梦中惊醒 刚刚那个噩梦已经整整纠缠了他十年 他叫阿丽,吊着的那个女孩叫阿美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 可是上了高中以后,一切都变了 胆小懦弱的阿丽,总是被学校里的恶霸欺负 阿美看不过去,要替阿丽出头 这次出头,却让阿美入了彪格的眼 彪格让阿丽把阿美骗到教室,强制与阿美生命大和谐 第二天,被玷污的阿美遇到了眼镜,眼镜安慰阿美 可是几天之后,阿美在美术教室发现了眼镜的画 画得竟然是彪格玷污他的场景 原来那晚,眼镜一直在外面偷看 变态的眼镜把周一幕画了下来 阿美看着这幅画,脑海中回忆着痛苦的画面 什么友情,什么温柔,全是假的 悲愤欲绝的阿美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阿美的死对几人似乎没什么影响 只是少了个欺负的对象 但是他们可能没听说过这句话 女子报仇十年晚 阿丽日日被噩梦惊醒 阿美先猛中,让他把生前欺负他的几人带到他面前 早就被噩梦折磨到崩溃的阿丽哪敢不走 于是阿丽以同学聚会为友 把彪格四人聚在了一起 救足饭饱之后,竟然打算先送阿丽回家 不料途中,彪格多看了阿丽一几眼,就看出事了 等他们再次醒过来 竟然发现自己回到了高中校园 学校早已荒废多年 看起来阴森可步 他们扶起受伤的彪格,打算离开的时候 发现阿丽不见了 几人来到门前往外看 发现阿丽背对着他们,站在走廊 小花突然听见身后有动静 转头一看 再一看,阿丽也不见了 竟然商量一下,决定分头去找阿丽 大壮和小花来到二楼 小花突然拽住了大壮 人在恐惧下容易尿急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于是大壮在厕所门口等着小花 可是小花却听见了女人的哭声 紧接着 小花战战兢兢的走出隔天 极度恐惧的她一定不记得 十年前,她就站在这里狠狠地伤了阿美一个耳光 下一秒,阿美的鬼魂出现在她耳边 她被阿美控制,捡起地上的螺子道 大壮听见小花的惨叫撞开了门 此时阿丽也闻声赶来 大壮刚想上前看看小花 突然感觉不对劲 她缓缓转过头 阿美惨白的脸出现在眼前 吓得大壮拉着阿里就跑 两个人躲进解剖室 大壮看到一只青蛙突然一阵反胃 直接吐出了三百万只青蛙 她也忘了 十年前,她曾经在这间解剖室 逼着阿美活吞青蛙 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大壮的肚皮在鼓动 她惊慌地向阿里求救 阿里适时拿起手术刀递了过去 走廊里的眼睛听到了惨叫声 紧接着看到阿里狂奔的身影 立刻跟了上去 另一边,彪哥见大家迟迟未归 打算出去找找 可他刚起身 就看到了阿里站在门口 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 等他走出门 彪哥认出眼前的是阿美后 吓得他连滚带爬的往外跑 就在他以为自己逃出生天时 这边,眼镜找到了正在哭泣的阿丽 渣男病又犯了 抱着阿里开始后 不要怕,有我在 和当初哄阿美的说辞一模一样 这反而刺激到了阿美的鬼魂 他附身到阿丽身上 要掐死这个渣男 紧急贯头 眼镜大汗阿丽的名字 唤醒了阿丽 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不知道 在阿丽被附身的时候看到了阿美生前的记忆 阿丽抓起画壁 质问眼镜当初为什么那么做 眼镜却说 可真是死得其所 杀死眼镜后 阿丽在天台上见到了阿美 这时阿美惊醒 他还在车上 那些本该被阿美杀死的同学 也好端端地坐在车里 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阿丽的噩梦吗 那这部影片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这恐怕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始 他们将永远活在 被阿美花屎弄死的循环里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啊 阿丽